欢聚一堂 庆丰收 什么样的美食少不了 哈密族的特色菜 一揉雪 味道好 临下养鸡好处多 会飞的鸡是如何练成的 我那是鸡飞过去了 对对对 跟着探寻小分队 一起开启丰收寻味之旅 溯源食物产地解锁美食密码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餐中美食的背后 隐藏着无限的秘密 那我们今天要去溯源的是什么呢 丰收来敲门 年年好收成 在我国很多地方 有着无鸡不成宴的说法 像什么白切鸡 辣子鸡 汽锅鸡 可以说是吃法多样 口味独特 丰收时节我们来一起品尝一下 大江南北的鸡肉美味 但是想要登上本次丰收宴的鸡 那是必须有要求的 必须得有独特的本领 比如说得会飞 或者身体素质过硬 在临间自由穿梭 奔跑不停 这要求可不低 那到底什么样的鸡有这些本领呢 丰收宴上究竟有多少鸡肉的吃法呢 跟着我们的探寻小分队 先到云南省西双版纳歹族自治州的长桌宴上 看一看吧 溯源第一站 我们来到了西双版纳歹族自治州 一来到这里 浓浓的少数民族风情 给我们的探寻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 换上哈尼族和歹族的特色服饰 共同庆祝丰收的喜悦时刻 在长桌宴上 各种各样的美食让人眼花缭乱 据说这长桌宴还有一道必不可少的菜 那就是来自哈尼族的竹筒鸡 这是我们哈尼族的特色菜 竹筒煮鸡 家里有贵宾都会选择这道菜 在云南的哈尼族文化中 竹筒是吉祥福气的象征 用竹筒来烹饪鸡肉 是在丰收时间里 犒赏辛苦一年的农民 以及招待贵宾的荣耀礼遇 当竹筒鸡上桌 长桌宴正式开始 喝着鸡汤吃着鸡肉 转眼着一整只鸡就被瓜分完了 它的味道究竟如何呢 那个味道我以前没吃过 感觉非常的特别 外面是吃不到的 很多地方都去过 但是这个竹筒鸡真的很不错 哈尼的竹筒鸡 是那个鸡特别香 那个炖的那个汤清香味 我都多吃了几口 不然我在减肥的 看来它的味道 已经征服了这些游客 不过这鸡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这是我们当地特色的茶花鸡 茶花鸡 那我们能去哪看到这茶花鸡 在我们的热带雨林面 就可以看到茶花鸡了 热带雨林寻踪迹 茶花鸡竟然从天而降 那边那边 它飞行能力很强的 五分昼夜勤锻炼 一身本领是如何养成 这鸡上好奇怪啊 怎么这么多楼梯啊 迫不及待 跟随着连结 探寻小分队来到 他所说的热带雨林 可是这么一大片林子 哪里才能看到茶花鸡的身影呢 看这里就是我们 养茶花鸡的地方 我这一走进来 就感觉比外面的温度 要低很多度啊 是的 所以这里植被啊 非常的丰富 植物多 像小虫子呀 这些也比较多 茶花鸡就喜欢在这样的地方 御食 你听 有鸡叫 对 你看不到 但是它就 声音从哪儿来的 含得很深 就在那个草丛里 你听 又叫 对 就是光听到鸡叫 但是看不到鸡的影子 是的 我找找啊 虽然连结 凭着自己的经验 一直带着记者 在附近寻找 但是在我们看来 要想在这一眼望不到头的 在雨林里找茶花鸡 简直就是大海落针 寻着声音 我们继续在雨林中寻找 这茶花鸡 究竟长啥样呢 那边那边 那边 那边 那是鸡飞过去了吗 对对对 它飞行能力很强的 我居然飞过去 我过去看看它坐在那边 你看像热带雨林里面 波度比较大 所以它有的时候 像我们人类来到它的领地 它听到了声音 它就开始飞越 我们经到它 刚才真的是 直接从上面的那一 直接就飞到了下面 从上飞到下 其实它很简单 因为它从平地 飞到高空 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鸡的弹跳力很厉害 它腿部肌肉 肯定特别发达吧 那边有几只啊 看到了吗 经过一番寻找 终于在雨林深处 发现了茶花鸡的踪影 不过看外形 跟普通的鸡 长得也差不多呀 要想近距离 仔细看看它们 那就只能靠抓了 那里 那里有一只 两只 我刚跟着它下来 它现在又跑上去了 你是跑它是飞 没法比的 一个人在这里面 是根本抓不到我 能飞擅跑的茶花鸡 在雨林里自如穿梭 一会儿上坡 一会儿下坡 编导这了半天 连毛都没碰着 为了能够近距离 看看这茶花鸡 连姐叫来了帮手 一起抓鸡 这次能成功吗 抓到了 抓到了 终于能好好看看 这个茶花鸡长什么样子 看这个绿色的尾巴 真的很好看 像孔雀的羽毛 连姐告诉我们 茶花鸡 其实是由野生园基 驯化而来 在当地 已经有上百年的养殖历史 西双版纳 在足自治州 雨林资源丰富 大部分茶花鸡都会放在雨林中散养 让它们在觅食过程中增加运动量 常在雨林中飞翔的它们 更是有着超强的肌肉 瞬间爆发力 抱在怀里都能整脱逃走 练就出茶花鸡 紧实有嚼劲的肉质 除了它白天满山遍野的奔跑 吃一些野生的植物 还有虫卵这些以外 它24小时都在锻炼 一整天都在锻炼 是的 那它总得睡觉吧 睡觉的时候也在锻炼 它怎么锻炼呢 它住的地方 是和一般的鸡不一样的 茶花鸡睡觉的地方 到底有啥特别呢 睡着觉就能让它们 都能得到充分锻炼了 这鸡状好奇怪 这都楼梯 这就是鸡的床 鸡玩睡觉的时候 是一台一台一台地 葬到上面去的 抓在这上面睡觉 连睡觉的时候 都是在锻炼它们的肌肉的警示 以前当地人养茶花鸡 大多是整天放养在雨林中 它们为了躲避猛兽攻击 晚上会睡在树上 为了不掉下树 腿和爪子都要发力 紧紧地抓在树盖上 而现在 连姐为了让茶花鸡 个个都拥有好肉质 建造了像树干一样的住所 让茶花鸡跟以前一样 睡觉时也在锻炼腿部鸡肉 将茶花鸡鸡腿与普通白鱼肉鸡鸡腿做对比可以看出 茶花鸡的鸡腿颜色明显更深更红 鸡肉纤维也更粗 口感也更有嚼劲 不过想要茶花鸡的味道更加鲜美 除了雨林里的正餐 它们每天晚上还要吃零食 让我们看看茶花鸡的零食都有些啥呢 哇 这么一满车的蔬菜和水果呀 这都是给鸡吃的 是的 雨林中虽然动植物资源丰富 但吃的食物还是有限的 给鸡吃的这顿果蔬佳餐 更保证了它们的营养 提高了鸡肉品质 从小吃这些纯天然食物的茶花鸡 也让我们能够放心吃鸡肉 那我们要给它切开是吗 对 切开以后呢 给它多种食物搅拌均匀 这样的话营养搭配合理 它就会长得更健康 破碎一点 方便它吃了 对 那我们在这边切着 这些鸡就都围过来吃了 已经迫不及待 你看像这样的木瓜呀 蔬菜呀 好一点的卖相呢 就卖到城里面去销售了 品相不太好的 我们就去批发市场来 买过来来喂鸡 来改善它的营养 经过连结的精心照料 养殖厂里的茶花鸡 个个羽毛亮丽 体态健硕 迎来了出栏丰收的时刻 这些品质优良的茶花鸡 不仅让养殖户的钱袋子 鼓了起来 也是制作成丰收叶的 甚好食材 制作汽锅鸡的掌厨们 对细节的掌控极为精准 鸡肉必须剁成小块 接着用食盐 鸡油 生姜等配料进行腌制 最后再把鸡块 依次铺满汽锅的底部 上锅蒸满三个小时 就大功告成 做好的汽锅鸡 鸡肉嫩滑 汤色清亮 是丰收宴上 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 在距离西爽法纳 近两千公里的 陕西省略阳县 有一种像大杂烩一样的鸡汤 也是当地人 丰收宴上的一道 重头戏 那就是 罐罐鸡 正宗的略阳罐罐鸡 煮熟后的鸡肉 必须做到皮不离肉 肉不离骨 嚼着有劲 喝着鲜亮 要想 罐罐鸡有这么丰富的口感 选用的一定是 略阳乌鸡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六黑鸡 所谓六黑鸡 是鸡身上有六个地方 必须是黑色 这是判断 六黑鸡是否正宗 味道是否纯正的标准 那六黑究竟是哪六黑呢 夙缘继续 五玄美怪事多 白鸡也来凑热闹 这鸡是个最好的鸡 毛黑不帅 会飞的鸡 住楼房 抓鸡只扎 山带网 我这鸡能费这么高呢 对了 老家 为了迎接我们这个分收节 今天是我们略了这个 乌鸡选美的总决赛 我们在全县养殖户当中 我们经过这个评别 现在我们评出了这个 7户参加总决赛的这个乌鸡 六黑鸡可真是黑得彻底 别说六黑了 全身上下能看见的地方 全是黑的 今天是选美的总决赛 虽然只来了7只鸡 但他们可是经过层层选拔 打败了近2000名参赛选手 才站到了这里 来 两两相吧 一号选手熊鹰 8个月 二号选手康康 7个半月 三号选手大壮 7个半月 四号选手花鸣 1岁 五号选手飞天 10个月 六号选手虎子 11个月 最特殊的就是七号 大白 一个无级比赛 不明白他一身白毛的 怎么还混进决赛了 更逗的是 平时看见都是遛狗 这里全是六鸡 每个好体力碾都碾不上 有白有黑的七只鸡里 究竟谁最美呢 我们这个评比的开始 好不好 每年丰收节 县里的乌鸡选美大赛 就是各家宝贝集中亮相展示的最好时间 不过编导发现 乌鸡选美跟别的比赛不一样 即一不用跑 二不用跳 被主人抱在怀里 一副傲娇的样子 而评委就做两件事 看毛 摸毛 这玄美是不是有点草帅呀 他从出生啊 这个鸡天天在山上跑 我这个鸡跑的那个距离 最起码绕地球有一圈半了 带气球是个最好的部鸡 这肯定好 这都是 这肯定好 你看 这一步 对 好 这个经过这个 刚开始我们三个评委的评选啊 那就是你家的鸡 获得了一等奖 结果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这举办的不是乌鸡选美大赛吗 为什么白色的鸡也能获奖呢 背后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呢 因为六样乌鸡它有三个品系的 一个是黑毛 白毛 麻的那种 那毛一都不算黑是吗 毛黑不算 不是说这叫六黑吗 皮是黑的 关子和它的嘴 那那三黑是在哪啊 很不好找的 很难发现的 很难发现的 一般是发现不了 但是它也是要认定它 是不是六样乌鸡 这是个最关键的问题 原来六黑首先包括的是皮黑 关黑 嘴黑 并不包括骨肉 毛色也不在其中 除此之外 还有三黑 藏在鸡身上很不容易发现的地方 究竟是什么呢 探寻小分队前往乌鸡的养殖基地 继续溯源 经过一连串的盘山路后 设置组来到了略阳县的深山里 这传说中的六黑鸡 到底养在哪呢 这不就山上了吗 这也没有啊 还得再往上吗 对 再往上 我们那鸡都是住楼房的 山上哪有楼房啊 我们既边是山区 但是也属于秦岭山脉 哦 这是秦岭的山 对 您的秦岭上 都有些什么动物呢 有大熊猫 金丝猴 铃牛 我们的乌鸡啊 和这么多的宝负动物 生活在同一个大宝衣家 一路近山 编导心里却有了疑问 一只鸡都没看见 难道是被关起来了 六黑鸡不是散养鸡吗 你看 鸡飞下来了 鸡 鸡的活着鸡能飞这么高呢 是啊 那它平常没事 你就算说 这么厉害的飞行技术 究竟怎么练成的 难道和它住楼房有关吗 这楼确实跟别人不一样 你看 这个楼底下 是支起来 确实跟是空的 对啊 它跟别的鸡棚 确实不太一样 这个六黑鸡怎么 还得养在这样的地方呢 它飞得高 就和这二层楼都有关系 住楼房跟能飞有什么关系呢 编导打算到鸡舍里一探究竟时 发现了一件令人很吃惊的事情 饲养员在里面 不停地把鸡往外粘 受到惊吓的乌鸡 连飞带跑从鸡舍中冲出来 为什么要这么吓唬这些乌鸡呢 这种乌鸡是一个有野性的一个机种 我们为了保护它这个野性的话 我们让它住二层的楼 它每天它出来的时候 它是飞出来的 它晚上的话 它会从树枝上飞回这种情况 更好的去促进它的那个飞行能力 楼房就是柳黑鸡的训练场 每天飞上飞下 就是为了锻炼鸡的飞行能力 刚开始的时候 柳黑鸡胆小 不敢往下飞 饲养员就会从鸡舍中 把它们赶出来 逐渐适应了这样的方式后 柳黑鸡每天就会主动飞上飞下 不过这么多鸡 每天在外面散养 还会碰到另外一个大麻烦 山上有黄鼠狼 有野猪 还有蛇 还有蛇呢 有啊 我们在我们养的有鹅 鹅是我们家保镖 平常它就是给我们看家护院的 大鹅 军使这样的狠角色 柳黑鸡有这样的保镖 也就可以放心生长了 不过编导此行的目的 是为了找柳黑中的另外三黑 总得抓一只 凑近了才能看清楚吧 这只鸡它最爱打架 我们在园子 公鸡跟老鸡在一起 哦就是一起 哦 那它为啥主要打架呢 就是想把别的公鸡演好 原来 六黑鸡号称是乌鸡中的战斗鸡 特别爱打架 并且为了保证乌鸡的口感鲜美 这里养鸡的时间 必须达到七个半月以上 因此鸡各个身强体壮 能打战斗 这其中就不乏像手里这只 想要战山为王的 由于战斗力太强 容易把其他鸡灼伤 所以只要发现鸡群中 有想要撑王苗头的 就得把它抓起来 关一阵 这样鸡群里的受伤率 就会大大降低 编导注意到 这爱运动的六黑鸡 个个腿骨粗壮 颜色发黑 这会不会就是六黑其中的特点呢 你看在这里 你看它的腿是黑的 哦 腿 还有它的污指 它的脚趾 就脚趾头 对 哦 这算两黑是吗 对 李大姐告诉我们 六黑鸡也指的是 关黑 嘴黑 蛇黑 鸡腿黑 指甲黑 皮黑 这才是正宗的掠阳六黑鸡 也叫六端屋的品种 由于六端屋本身野性强 爱运动 肉质结实耐嚼 再加上养殖周期 在七个半月以上 因此 略养乌鸡 鲜味足 肉质紧实 营养丰富 是难得的 滋补 是难得的滋补佳品 正值丰收时节 忙碌过后的人们 开始了品尝 美味的幸福时刻 略养县 临近四川 在口味上 融合了辣的元素 辣子鸡 是六黑鸡 除炖汤外 当地最常见的吃法 做辣子鸡 要用四五个月的嫩鸡 由于六黑鸡腥味小 因此不用焯水 直接上锅炒 煸炒入味后 加水嫩二十分钟左右成熟 另起锅 配上本地花椒 青红辣椒 和鸡肉再次爆炒 陕西辣子鸡 肉质细嫩 略有嚼头 马而不牧 辣而不葬 一碗鸡汤 一份温暖 一盘鸡肉 一香关怀 有什么能比得上美 以为带着人的满足与幸福呢 当乃山的乌鸡飞翔奔跑 这是丰收的礼赞 这是丰年的褒奖 树林间奔跑觅食 大山里展翅翱翔 这些临下养出的供服鸡 不仅让农民们实现了丰收 也让我们消费者品尝到极致的鲜味 在丰收的季节里 他们不仅成为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更传递了一份来自大自然的祝福 感谢一致以来心情耕耘的农人们 你们的努力才让我们的餐桌 变得如此丰富多彩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